Inpress 绘图工具介绍 在这个单元要为各位介绍的是Inpress的绘图工具 请各位先下载翻例档 打开我们第一张投影片 看起来似乎很复杂 但是待会我们会从绘图工具的一步步完成这个制作简报的流程 在开始制作之前我们先认识几个绘图工具 请各位先在左侧栏先针头影片 版面配置选择空白 我们可以把右侧栏先隐藏 左侧栏也先隐藏 让我们的编辑区域更大 我们可以看一下线条 每个线条都可以设定颜色 宽度 还有线条的样式 如果是箭头的话 你还可以指定有箭头的样式 这是有关于线条的操作 再来第二个 箭头 它跟之前讲的线条是类似的东西 只不过两个端点它是变成有箭头的形状 那我们看下一个 矩形 如果你要画正方形的时候 按着Shift键 你可以拉出正方形 圆形 一样 你可以画椭圆形 或者按着Shift键画出正圆形 文字呢 我们之前介绍过了 曲线 你可以画出曲线 结束之后呢 快点两下 或者是画出封闭形的曲线 好 再来是连接点 好 你可以尝试不同的连接点 再来是基本形状 我们选择这个圆柄图的形状 试试看 可以选择开口的大小 好 黄色的控制点可以选择这样的开口的大小 好 那其他的呢 你可以继续操作 好 我们先把它全部选起来 删除 我们继续 还有各种符号 好 那可以填上你喜欢的颜色 好 那大概知道我们的绘图工具之后 我们来尝试做第一张投影片 这样子的流程图 好 好 怎么开始呢 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图示跟最后一个先画出来 好 我们到选择 好 我们到选择 好 这个结束点 开始的地方 好 拉一个大小 那 开始跟结束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先按复制 贴上 好 先搬到大概的位置 好 在中间的会有收集资料 整理资料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矩形 好 我们画出六个矩形 一样 你可以从矩形这边 或者从流程图这边都可以 好 先复制 一个 贴上六次 一二三四五 贴上五次 把它拉开来 好 选择 复制贴上的 可以保持它们的大小是一样的 好 我们大略排一下位置 好 还有一个 领形的部分 我们到 基本形状这边 好 选择领形 好 按着Shift键保持它领形是正的领形 好 把它搬到适当的位置 先大略摆一下 先大略摆一下 还记得 之前的单元 我们可以 在 涂色地方 快点两下 输入文字 好 我们在这个 部件 快点两下 输入文字 好 确定简报 确定简报主题 好 好 那我们 接下来把 这些图呢 都把它打上文字 好 当我们完成的图示里面的文字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做所谓的连接点的 好 我们把第一张图 好 连到第二张 好 重复这个动作 好 那连接点呢 这种是有所谓的转折的效果 那还有是直接连接的 好 那我们这边我们是用 利用有转折的效果的连接点 在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这些线 看起来都是Y7扭8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图 做一个排列 好 上个单元我们有讲过了 我们选取 我们选取 这个图示就好了 按着Shift键 把这三个选起来 好 按滑鼠右键 我们拉对齐 至中 好 你可以发现一下连接键是值得 好 那这个也是一样 我们对齐 我们按着Shift键 把这三个图示选起来 对齐至中 好 那 从上到下呢 我们也做这样的动作 我们对齐 我们对齐 三个对中间 按着Shift键 选择三个物件 差不多都对齐之后呢 你还可以再稍微做调整 把这三个物件稍微向左移 那连接线的部分呢 它会自动去缩放它的长度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 好 我们对照第一张投影片 完成了这 12345678 这九个图示 好 再来 我们打上标题 制作简报的流程 我们使用文字工具就可以了 好 选择大小 颜色 好 那这边还有一个 图说文字 好 在这边 绘图工具的这边 图说文字 好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从这边复制 好 当你发现这个图说文字 和这个字 已经有贴到边了 好 我们可以按 右键 好 选择 位置和大小 我们可以把这个图稍微拉大一点 宽度 我们变成7公分 好 确定 好 你可以用拉的 选择用拉的方式也可以 好 把这个黄色控制点 移到这边来 我们加上小器额 我们直接复制 第三头影片的小器额 贴上 好 调整一下整个位置 我们先把这些图示 再往下方移一点 好 接下来 还有两个连接线 这一条和这一条 还有no和yes 这两个文字 这一条和彩 说 大概我们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利用绘图工具制作的投影片 那我们的主题是制作简报的流程 从确定简报主题 收集资料 整理资料 规划简报内容 确定版面配置 制作简报 预览简报效果 需不需要修改 完成简报 那你还可以根据我们之前学到的做填色 还有区域的填色 还有物件的外围的线条颜色 你可以做你喜欢的调整 那这个单元我们介绍到这边